好來看在年底就要舉行的縣市長選舉 立法院蔡碧如之前透露說 自己最大願望就是把台北市長 柯文哲送進了總統府引起了關注 還有現在這個佩琪呢 也就是柯文哲她的陳佩琪 則是覺得納悶 她說不知道為什麼這件事情 受到大家這麼熱烈的討論 因為她說柯文哲啊 已經講過好幾次要選總統 所以她是直接要來準備 那不選才是新冠 當然自家黨員啊支持 老婆也不例外 那同時她也強調說 柯文哲在今年呢 年底就要卸下市長職務 接下來當然就是積極準備參選總統 如果不選才是新冠 那所以蔡碧如說當然要參選 她也覺得這是一個理所當然 好我們可以看到呢 也被問到說是不是支持 她說人生苦短 只要不是去坐飛車搶劫先生的決定呢 她都會支持了 所以她就說 當然積極準備那不然呢 那麼來看到在這個台北市長的部分 那接下來誰要來選是新聞嗎 我們可以看到被大家視為是民進黨參選 台北市長熱門人選的指揮官陳時中 她可以看到過去好像呢都沒有很正面 不過18號她就說能選的話一定會辭職 而且昨天更強調了 她說沒有控制好疫情就不具備選舉的資格 等到疫情穩定大家感到安心才是參選的資格 對此國民黨新北市議員葉仁芝說 陳時中過去好要來看到 還有五項的防疫政策失誤 讓她要問一問說 如果一個市長是這樣容易決策錯誤 跟踢責任的人會是一個好市長嗎 好來說她認為有哪五個部分 包含呢在前年疫情一開始 呼籲說不用戴口罩 那麼還有就是桃園諾富特的飯店破口 員工早就向衛福部來檢舉 以及3加11到底是誰決策的 陳時中還是說不清 還有入境普篩是在野 大家不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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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呼籲她才同意 以及為了護航高端 不願意購買足夠的疫苗 同時前副總統呂秀蓮在時期 她也呼籲陳時中了 說要選就趕快辭職 那陳時中也回應說能夠選一定辭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民進黨台北市議員 王世堅也喊話 他說防疫啊 遠比首都市長選舉重要百倍千倍 所以他希望陳時中不要去選 因為防疫是更加重要的 好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王世堅的部分 他希望首都市長人選 能夠另外再找人 但是陳時中也說了 現在看起來是意願蠻高 那麼賴事寶委員也就是說 他這樣的一個心態啊 就是這個惹鬼鬼鬼鬼鬼 明明就是很想選 網友怒轟說 陳時中想要一步登天 但是會跌下來 還有說落選之後 有的人認為 不會啊 反正你有出來選官也會越做越大 但是還是建議他 要多一點的防疫政策 才是民眾之福 好看到陳時中先前態度曖昧 最近說了如果能選 一定會辭職 對此台北市議員王宏威就痛批 要選趕快辭 不要用現在還在 為一個指揮官身份 這樣的一個職位 累積自己的選舉聲量 衛福部長陳時中 最近頻繁的對參選 台北市長的話題來談話 他經常接受這個廣播 或者是其他媒體的訪問 大談他要不要參選台北市長 陳時中似乎忘記了 其實台灣的疫情 現在處在一個 關鍵的十字路口 第一個我們沒有辦法清零 第二個我們到底能不能像歐美國家 一樣採取以疫情共存的這個政策 到目前也模糊不清 那麼但是陳時中 在這個防疫指揮官 他站著公共資源 公共頻道 每天召開記者會 而且幾乎經常的接受媒體的採訪 可是顯然呢 他是一心二用 現在天天滿腦子想的是 要不要參選台北市長 然後如何要確保能夠參選台北市長才能夠請辭的問題 我們真的覺得陳時中這樣的態度 你根本就是明明心裡想著要選台北市長 卻站著這個防疫指揮官的位置不放 所以真的奉勸陳時中 你如果想選台北市長這麼想選 你趕快就請辭吧 不要站著位置 然後天天的因吸二用 而阻礙了台灣真正的防疫的工作 陳時中這種男人真的是滿貪心的 就是人家說的 吃碗來看碗碗 手中拿著嘴裡吃著眼睛還看著 除非你給他市長去參選 否則他就不會吃 你給他市長參選他才要吃 這是什麼邏輯呢 重點是說你夠不夠選 還有你的防疫工作做好了沒 從今年的一月初我就斷言 他一直在淡化這一波的疫情 就是他準備腳底摸油要去參選的 要去參選前當然要製造一種 疫情平穩的這個跡象 所以我不知道說我們的疫情 是真的平穩的 還是指揮中心陳時中 有意的讓他平穩 好作為自己參選的準備 但我覺得正式人物這樣 真的是非常這種貪心的嘴臉 真的讓人家看了覺得 很不舒服很不爽 會不舒服很不舒服 時間成長 就行了 請一個人 給你是一人 也不舒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